其實還蠻不錯的 至少都有把這個結果做出來沒有問題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沒問題 還是說好像沒問題 至少你要知道說原來它這個跑 裡面這個J指的是把它串接 然後最後跑到I的時候呢 再去換行 有沒有 所以它意思就是基本上 就是先跑1 這個裡面這個的話 J的部分它是什麼 跑這個嘛 這個是當它等於1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1然後乘上1 有沒有等於1 有沒有 然後空一格 然後再來就是 他 J的部分就變2了 所以這邊1乘上2 等於2 那1還是這個上面I沒變嘛 然後再空一格 那直到呢跑到1乘上多少 1乘上9 等於9對不對 好啊等於是它已經跑到9了 所以它這個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的話會遇到這個 所以它把自己本身裡面的東西 再加個換行 換行的話就換到這邊來了 那換行之後回來這邊 那I就變成 變成2了 所以喔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I裡面的值就換下一個 有沒有 增加1嘛 所以變2 乘上 又從1開始 所以喔 J又從1到9 那等於2 然後一直到什麼 2乘上290 等於18嘛 它又一樣 這等於 然後又換行 換行 有沒有 所以又一個 周而負始 大概邏輯是這樣 應該可以懂 那個意思吧 所以將來如果你遇到 兩個可能會 同時會改變的資料 那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做呈現 這個難度其實 相對比較高啦 OK 所以看起來 大家好像都有做出來 所以顯然大部分同學 應該資質都還蠻不錯的 那所以呢 待會這一道題應該 我可能就如果不講 應該會不會 可以把它做出來 可以試試看喔 所以待會請你再 增加一個 所謂的值數判斷 那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 第一個這邊一個標籤 所以標籤1嘛 判斷是否為值數 這個是文字輸入核 這個是另外 標籤2 再一個按鈕 那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數字 判斷說它是否為值數 如果是值數的話 比如說是53的話 那就是值數 那51的話呢 不是值數 各位應該知道值數的定義吧 他簡單意思是說 除了1 除了1 1避開 所以從2開始 2到這個數字中間 如果不能被他整除的話 如果沒有被整除到 整除的話就除以多少 比如除以2 余數為0 那表示說 它就不是 不是值數 那所以 這個地方 我要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請各位想想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題 我們先從那個 介面上面 大概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 判斷是否為值數 然後一個 文字輸入核 那再來一個結果 就是 是值數 或不是值數 再來就一個判斷 所以呢 當我按下判斷之後的話 它要顯示出 那個結果 結果的話就顯示 在上面這個 反正就是 如果能夠被2到 它自己本身 所以它自己本身要-1 因為你自己除以自己 一定會整除 所以如果 假設 前面一個 也能夠被整除 那就表示它 不是值數 反之 就是值數 OK 那你們如果假設不知道 什麼叫值數 Google一下 上面應該都 維基百科 那其實大概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程式的撰寫部分 那首先的話 這個程式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說 當然 這個邏輯 就是 它輸入完之後 然後呢 我們取得它的資料 所以它的資料在哪裡呢 它是放在文字輸入合一裡面 那文字輸入合一裡面 我們需要的邏輯 就是從2 到 這個輸入的資料 比如說 我輸入53好了 假設這個數字 那我就是2到50多少 53-1 也是2到52之間喔 跟它除除看 比如說 那個53除以2 能不能整除 所以這邊的話 會用到一個 函數叫做 求餘數的函數喔 就是它的餘數 是不是等於0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 它就不是直數 反之就是直數 那如果它不是直數的話 那記得程式要把它停掉喔 不然的話它會一直跑 OK 因為反正能夠被整除一次 它就一定不是直數了喔 所以呢 我們程式的撰寫 接下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呢 一樣喔 就是 我們拆解看一下喔 當然呢 第一個就是說 先把這個標籤 這個裡面的資料 先清空 為什麼要清空 因為它可能填了第一次 如果它要繼續判斷的話 那當然 就先把它 什麼 跟 欸 這個邏輯 先 當它 按下按鈕的時候 那我就先怎麼樣 先把 標籤2裡面的文字 對 先把它清空 為什麼要清空 就是 當它下一次要再輸入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一個 就是新的 我們先判斷這個數字喔 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這邊有寫好的 就是 剛剛是有下載 直數判斷 就是輸入完之後喔 它可以那個 判斷說它是不是直數 那我們先簡單看一下程式啦 程式大概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45頁 那首先的話呢 我的羅技樣 反應一進來之後 我先把它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清空完之後的話呢 再做判斷 判斷什麼 從2開始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 產生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範圍就是從2 到它自己本身 減1的數字喔 OK所以喔 比如說 假設它輸入 53的話 那就2到多少 減1就變52 那這個範圍的話 我要做什麼 來判斷一下 如果 如果能夠被整除的話 這邊需要一個余數喔 所以你們找一下那個 在數學裡面 會有個求余數的一個函數 然後呢 假設說它的資料 比如說它輸入53好了 除以多少 除以i i的值 如果能夠等於0的話 那表示說 它就不是植數喔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標籤2 裡面的文字 改成不是植數 反之就是植數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程式邏輯 其實程式不多 OK 那我下載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我產生一個專案 名稱叫做prong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也是 蠻常 蠻常練習的啦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51好了 然後判斷結果 他準備我 我知道了 因為我剛剛這個地方 把它動了 這個應該要把它放回去 否則他 他沒有辦法 好 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 程式好了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那個裡面的資料清空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先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就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回圈 等於是控制裡面的第四個 那我從多少 從2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 本來1到5 把它改成2 到哪個數字呢 到它輸入的那個數字 所以文字輸入盒裡面 我們就是 找到它的那個文字 從它裡面先取得它的文字 就這個文字喔 所以把5拿掉 那記得要減1啦 所以要減1怎麼減? 數學 所以你只要想到 那個加減乘除的話 就找到那個數學裡面的 加減乘除在這裡 它一定會有加減乘除 然後把它移到這邊 把這個資料減1 減1的話 還需要一個數字1嘛 所以 一樣是一個數字 0把這邊改成1就可以了 OK 然後把它拼回去 那這樣他就知道說 從2到它輸入的數字 減1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所以判斷的話 如果 反正就是直數 或者不是 所以2選1嘛 所以如果 否則這個 把它拼到這邊來 那如果什麼邏輯呢? 假如說 它能夠 被 整除的話 所以整除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數學裡面 它有一個求餘數的 但是這個求餘數 它是放哪裡? 這邊注意喔 不是餘數喔 它這個地方 它是放在什麼? 魔數 裡面喔 但是你要把這個改一下 就可以有個餘數 所以把這個拖拉過來 OK 放到這邊 那我們先把它 陳詞先完成好了 那記得這邊可以改一下 有沒有 魔數這邊會有個餘數 如果餘數 那什麼東西的餘數呢? 就是 它輸入的這個 這個資料 所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放到這裡面來 那除以什麼呢? 除以 我希望把它改成i 如果除以i之後 OK 所以取得這個 如果你要取得i的話 那你點一下這個 這個回圈之後 油標放在上面 它就會出現 取得i 然後放過來 如果除以這個的結果 等於 等於0的話 所以要等於0 那這個時候還需要有個什麼? 一個運算 一樣是 數學裡面 什麼什麼等於0 所以 什麼東西等於0呢? 那就這個 如果它 余數 計算完的結果 等於0的話 所以特別重要 這邊再加一個等於0 0 聽過來 OK 如果這個邏輯為 除以 除以上面的 產生的這些 變數之後 除完之後的結果 於數為0 就表示整除的意思 那我們就把什麼? 把那個標籤2 標籤2其實就是這個 結果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 式直數或不是直數 所以這邊的話 就把什麼? 標籤2裡面的 文字 所以文字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設定文字 把它改成什麼? 式直數 所以這邊的話 再加上什麼呢? 一個文字 空的文字 裡面的話就輸入什麼? 它不是直數 所以這邊的話就輸入 不是直數 OK 好 這個 好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直數 所以 這邊的話放過來 然後再把這個程式按右鍵 再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拼到什麼? 拼到否則的地方 那改成什麼? 式直數 OK 這樣的話呢 程式 基本上 就接近完成了 就接近完成了 但是有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你最後這個地方有沒有 假如呢不是直數已經 已經 就是說呢 被整除的話 那理論上它就已經 不是直數 你就不用再繼續往下 去做其他的判斷了 所以記得喔 這邊會有個中斷 OK 特別注意喔 什麼叫中斷 就是說呢 假設已經跑到 比如說51好了 51假設 2不能整除 3 它被3整除的話 那底下的話 其實就可以不用跑了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不是直數了 所以記得這邊 要再增加一個中斷喔 如果沒有加中斷的話 它會一直跑啦 OK 跑到完 所以它會一直跳說 不是直數不是直數 那等於是有點多餘啦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還是需要再增加一個中斷 中斷的話 其實在控制裡面 找找看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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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